473集 困诗 将东西收好 墨田哥一转头 却发现秦夕没在修炼 也没在炼丹 而是望着人偶沉思 怎么了 他问 秦夕回过神答道 我在想 那句化神器的炼诗 有什么问题吗 那句炼诗在仙宫中游荡 导致他们轻易 不得出地宫 但修为差距太大了 他们也无可奈何 如果那句炼诗不在 我们就可以出地宫了 到时候 寻个洞府 你也好闭关解阴 这件事 墨田哥当然想过 他要闭关 麻烦的就是地宫中 不便隐藏行径 容易露出破绽 再加上 结阴事宜还没准备好 就没着急 如今 结阴的丹药 已经差不多炼制好了 那些心得体会 他也铭记于心 确实是时候考虑 闭关结阴的事了 但那句炼诗 气味太高 他们实在想不到 办法处理 否则 也不会想了 那么个取巧的方法 用人偶 出地宫寻找宝物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我们能怎么办 那句炼诗 可是化神器的 我们碰到了 除了跑 别无办法 我本来也这么想的 秦夕慢慢说道 不过 刚才想到一点东西 也许可行 什么 墨天歌 精神一阵 如果能把这炼诗 解决了 他们就可以 毫无顾忌地 出地功了 许多事情 引刃而解 我记得 你会隔绝生气的 正法 是不是 墨天歌 略以思索 玄机阵书中 确实有这样的记载 不过 隔绝生气的正法 平日没什么大用 布置起来 相当的麻烦 炼诗的修为又太高 想用这正法 将它困住 并不实际 他这样说什么 秦夕抬手 阻止了他 继续说 首先 我们可以试着 找出这具炼诗 游荡的规律 比如 把它引到 封闭的山谷中 它是不是 就在山谷中游荡了 追人之时 炼诗是会飞的 但游荡之中 却没见它飞过 想到这点 墨天歌眼睛一亮 继续望着清晰 假如当真如此 我们就可以将它 引到一处 封闭的空间 然后在它周围 布置下 隔绝生气的正法 虽然这正法 对化神气来说 可能作用不大 不过 总能缩小它 感应到生气的范围吧 只要我们 不靠近这个范围 那就是安全的 墨天歌的眼睛 越来越亮 没错 隔绝生气的正法 也许对炼诗 不是百分百管用 但总能起到 一点作用 只要这个范围 不是太广 它们就可以安心地 在范围外生活 可是 要引它到某个地方 太危险了吧 没错 就是这个问题 没法解决 所以我才一直没说 不过 不过 现在不一样了 清晰的目光 落到人偶身上 你已经可以制作出 解单气的人偶 我们就用他们做诱饵 墨天歌 这人偶没有人气啊 用幻化灵符 这种灵符 并不难 给我点时间 我可以画出来 来自他们的计划 锦行纸 兴致勃勃 晴熙和墨天歌 都是个性安静的人 被捆地宫 虽然有些难受 但也不是忍不下去 锦行纸就不一样了 他除了打坐 修炼剑术 最爱的就是闲逛 有时候只在地宫中走走 有时候会冒险出地宫 因为那具炼尸的存在 每次出地宫 都要小心翼翼 十分不爽 现在有办法 把那具炼尸困住 他十分积极 为了这个计划 三人做了许多准备 墨天歌换了血本 用精玉 又制作了许多 解单气的人偶 晴熙不用说 天天在画幻化灵符 而锦行纸 则跟飞飞一人一兽 到处去寻找 合适的地点 飞飞对先公熟悉 很快选定了几个地点 由锦行纸进行实地探查 显然这个实地探查 是最危险的一部分 可也是无需本钱的一部分 锦行纸嘀咕了几句 就老老实实地去了 谁叫他 既不会机关术 也不会画幅呢 而且他也舍不得那些金玉 还是出卖劳力吧 如此数月 最终选定了一个山谷 这个山谷位于 仙宫尽职的最边缘 占地不小 灵气却不浓 只散布着几个荒废的洞府 锦行纸进去探过 应该是些低阶修饰住的 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这山谷自然必合 两旁都是峭壁 不需要改造 就可以使用 这个时候 墨天歌已经制作出了十几句的人偶 为此费了许多的金玉 这些人偶 是用来引诱那只炼尸的 基本上不可能收回 但为了出地宫 也顾不得这些损失了 他从地宫中 得到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损失一些 也没什么 清晰的幻化灵符 颇有些难度 他在结单期 才开始修习制服之术 虽然颇有天分 可高明的幻化灵符 不是那么容易制作的 为了提高幻化灵符的品阶 他放下所有事情 全力制服 浪费了许多符纸和受血 几乎材料用尽的时候 总算化出了足够的幻化灵符 一共使用 一切准备就绪 困失行动 终于开始 地宫的出口 飞飞探出脑袋 四处看了看 确定没危险 才小心翼翼地站出来 后面是锦形纸 嘀嘀咕咕 你确定那链尸不在附近 要是这入口被发现了 可就糟了 飞飞昂起头 看了他袖摆一下 于是不满 而后扭头带路 随后是墨天歌和秦夕 虽然用神识下了禁止 在地宫中就可以操纵人偶 可到底还是不如亲自上阵 三人一兽 身上贴着隐匿符 在飞飞的带路下 很快寻到了炼尸 那具炼尸 正在山路间游荡 遇到死路 就随意换个方向 三人观察了好一会儿 只见他呆呆愣愣的 根本不晓得越过障碍 路线选好了吗 锦形指问 墨天歌点点头 从乾坤界中取出人偶 这些人偶一字排开 足有十几句 每一句都如真人般大小 静静地站着 墨天歌从怀中取出十几枚金玉 打开人的腹腔部位 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凹槽 正好嵌入一枚金玉 看到这一幕 锦形指也热不已 这么多金玉 真熟得 墨天歌白了他一眼 我不舍得 那你拿出来啊 锦形指立刻闭嘴 前段时间 他的灵兽加人偶 把整个仙宫都搜刮了一遍 他可是知道的 他甚至阴暗地怀疑 这两人是不是计划好 把仙宫的好东西都搜刮完了 才提出这个计划 到时候把恋施解决了 就剩给他一点残根冷菜 不过他也就在心里想想 再怎么样 也是人家有这个手段 他既没有一只机灵的灵兽 也不会做人偶 更舍不得金玉 只能自然倒霉 嵌入金玉 十几句无知无觉的人偶 顿时一变 散发出简单修饰的气势 墨天歌道 一人五句 没问题吧 控制这些人偶 需要用神识下劲指 神识越强大 能控制的人偶也越多 他虽有炼神诀在上 但若一下控制十几只人偶 精准度就不够了 三人控制了人偶之后 秦夕取出一叠幻化灵符 翻到每只人偶手中 困制人偶使用灵符 这有些难度 好在他们神识都不弱 也试验过很多遍了 问题不大 做好一切准备 墨天歌深深吸了口气 我先来 他跨前一步 神识一动 最旁边的一只人偶 轻飘飘地飞了起来 人偶落在练尸身旁 练尸毫无所觉 这人偶只有轻微的灵气波动 也没有生气 根本引不起练尸的注意 墨天歌操纵着人偶 慢慢拉开与练尸之间的距离 这个距离也是紧行指冒险去测试的 大概方圆数里 练尸便可感觉到生气 灯刀差不多了 人偶指尖一动 一张幻化灵符燃烧了起来 瞬间引起了练尸的注意 游荡了数年的练尸 终于有了目标 双脚一顿 便往人偶所在追去 身上带着幻幻灵符燃烧后的波动 人偶飞速地按照原定的路线 向山谷的方向顿取 可且单膝的人偶 速度再快也是有限 只坚持了一炷香 就被练尸追上 一下被击得粉碎 墨天歌健壮 立刻发出一道传讯符 在这个时间 秦熙早已操纵人偶 到了御殿的位置 一收到传讯符 同样让人偶 激发了一张幻化灵符 继续在御殿的路线上狂奔 而景行指 已经带着人偶 往下一个地点去了 三人如此分工接力 一接到传讯符 就激发幻化灵符 操纵人偶在御殿路线上 向山谷奔去 被追上 就立刻发出传讯符 给下一个人 而后奔向下一个点 正见识并不难 但对三人之间的默契程度 要求很高 如果出一点差错 练尸就有可能偏离 预定方向 打乱步骤 这对三人的神识要求 也很高 操纵着五个人偶 本身就不是简单的事 还要在恰当的时间 赶到恰当的地点 在那一刻 激发幻化灵符 尽量延长被追上的时间 不过 他们准备得很充分 之前也试验过好几回 偶尔出现意外 也及时地将练尸拉回了预定路线 第一个人偶 第二个人偶 一句句人偶被练尸击碎 练尸离山谷的距离 也越来越近 终于 墨田阁操纵的最后一个人偶 到达了山谷边缘 跳了下去 练尸追在身后 也毫不犹豫地跟了下去 不正 三人引寿在山谷外会合 墨田阁喝倒 菲菲一听 立刻转身 一边跑 一边从自己的储物空间里 往外逃高阶连石 啪啪树声 将连石嵌入早已不好的镇中 温一声清明 山谷四周 亮起树道清光 往中间射去 清光在山谷上空汇聚 瞬间变成一个透明的护照 将山谷覆盖起来 看到正法启动 墨田阁松了口气 往下看去 由以宁服再生 这个距离 炼尸感应不到他们的存在 可以放心地观察情况 他操纵的那具人偶 在落下山谷的时候 就被炼尸一爪击碎了 此刻 失去目标的炼尸 正在山谷中游荡 三人聚精会神地观察着 虽然顺利地将炼尸 引到了山谷中 但还要看看他 是不是真的不会飞出山谷 才算成功 这炼尸的修为太高 山谷外的正法 只能隔绝部分生气 让他感应迟钝 无法阻止他出谷 也无法封闭他感应生气的能力 一个时辰之后 眼见着炼尸碰到山壁 就另外转一个方向 丝毫没有飞出山谷的意思 三人才松弛了紧绷的神经 这可是化神器的炼尸 如果出个什么差错 小命可就交代了 这下终于安全了 紧行指抹了抹额头的汗 没错 我们可以搬出地宫了 莫天歌抬头 看着眼前的仙宫 感叹 住在外面 可比地宫里舒服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